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点鱼 又到了新的一周了 在1月18号到1月24号这一周 我们会经历什么样子的天象呢 最近你是不是又跟身边的人争吵半嘴了 是不是突然就看不惯对方的很多毛病 再也忍受不了了 吵架的频率变多 矛盾也逐渐的升级了呢 是不是好像谁都管不住你 你忍不住开始怼天怼地怼自己了呢 这种种的情况是不是会让你觉得 是不是水腻又来了 错 水腻在月底才会来 它虽然有辐射 但是也辐射不了半个月的区域 那么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呢 在我们的占星上看 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情绪呢 其实是被各个行星能量所知道的我们 受到了群星水平行刻火天金牛的影响 所以必然会忍受不了 彼此之间无边界的感觉和无尊重的感觉 以及是无道理把你当傻子的氛围 所以说呢 这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怨气很大 忍无可忍就会想要爆发 而且呢特别易感的星座呢 就包括呢金牛座水瓶座 天蝎座和狮子座 在这一周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谷底呢 会在21号周四的时候出现 这一天呢月亮也进入到金牛座 与群星水瓶进行行课 所以呢在这一天呢 我们的情绪表达呢 以及内心感受呢 是特别爆裂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什么重大的决定 或者是重要的事件安排呢 就不要放在这一天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说一说看呢 12星座呢在下一周的具体的运势情况 请大家呢参考呢太阳和上升星座 嗯在下一周呢启动星座 在人际人脉上面呢 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会多一些 白羊座呢受到群星水平的影响呢 会特别想要参加聚会 或者是做一些公益活动 也很想变成一个斗士 为一切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为权力而战 所以呢你就很容易呢 因为自己的言论呢 和小众的观点呢 而与大众去对峙 这让你在组织活动 或者说建立人脉的问题上呢 变得很困难 在工作当中 白羊座依然呢 还是有一些机会和新项目的承接 但不太适合很好的开展 人脉资源在这一周呢 既是你的助力 也是你的足力 需要好好的运用 在爱情上 有伴的白羊座 会比较享受这一周的时光 能和对方有比较亲密的互动 恋爱中的白羊座呢 可能火气会有点冲 想法也比较多 单身的白羊座 这一周在朋友聚会上 可以遇到和演员的人 但是要小心 可能会有出乎意料的 言行吓着对方 接下来呢 是巨蟹座 本中呢 巨蟹座会遇到跟白羊座 差不多的困扰 或者说问题 你似乎很想在大家的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独特 或者说跟以往不同的特质 但要注意哦 容易过犹不及 火星的位置 能给巨蟹座带来不错的竞争力 行客的能量 能让你在冲突中发现机会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呢 你要能把握住这个机遇 在工作当中 巨蟹座要更细心 耐心一点 不然很容易在工作当中 出现纰漏 合作关系有好的一面发展 可能也会有一些兼职 或者副业找上门 也可能因此呢 感受到一些压力 在爱情上呢 恋爱中的巨蟹座呢 很容易跟恋人发生冲突 特别是亲密的两性关系 容易受阻 部分巨蟹座跟恋人 会因为朋友的问题而不合 已婚的巨蟹座跟爱人的关系 比较注重协作 但可能存在共同财产的问题 诞生的巨蟹座 恋爱运势不佳 机会仍需等待 天秤座 这一周呢 天秤座的人际问题 在于跟恋人的矛盾 群星水平在你的恋爱宫位 受到火星的行客 很容易跟恋人争吵 甚至出现分手 总的来讲 你的怨气堆积了非常久 在亲密关系当中呢 会变得一触即发 再加上呢 在过往呢 就很容易遇到 粗辱的对待 或者是暴力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段时间呢 爆发的频率会更加的明显 已婚的天秤座 依然会因为这些感到不愉快 甚至还会有一些 共同债务的问题 单身的天秤座 很容易在恋爱当中踩坑 不适合脱单 天秤座 本周的工作好运呢 主要表现在 家装餐饮 或者是早教 房地产方面 工作当中 你的原创性和主动性 有着极高的要求 依然会有进展的压力 在生活上呢 做生意的天秤座 会遇到一些财务条款 对你不利的情况 也容易有偏财 博财 运势方面的损失 摩羯座 本周摩羯座的人脉问题 同样体现在感情上 不过跟天秤座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摩羯座谈恋爱 伤前 你对于一些价值观的问题 正在经历颠覆 有很多观点正在形成 很可能跟恋人冲突 所以容易争吵 又或者是开销很大 总之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有一定的冲击和紧张感 单身的摩羯座 一方面恋爱运势不佳 一方面又可能会遇到 突然让你眼前一亮的人 但这个人跟你的价值观 却不合拍 在工作当中 摩羯座会极大地 提高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自主经商的摩羯座 本周也会有更多的业务 不过你要注意沟通的技巧 铿固一下 你现在拥有的合作关系 也要注意甄别 这些业务的可行性 在生活当中 本周摩羯座财运不佳 尽管有近账的可能 但因为开销大 又都出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 讲的是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呢 在本周呢 可以说是比较遇到平静期 有一些人生的难题 需要去解决 金牛座 金牛座呢 在这段时间 遇到的人生难题呢 就是自己的事业 一方面呢 你有干净 想要提升自己 大干一场 另外一方面呢 行客的力量 却给了你很多阻力 你很想树立一个新的目标 并为之努力 但是呢 又会觉得身边 眼前的事情 让你感到非常的烦躁 甚至有一些消沉 有一些看上去 比较美好的事情 以及你觉得 跟你关系还不错的人 可能也掩盖住了 其中的危机 所以这段时间 还是要保持一个 谨慎的心态 在生活上 金牛座会更加 关心自己的生活 到了周末 会有一些想法 来改变家里的风格 艺术的敏感度增加 从而提高 居住的舒适度 在爱情当中 有伴的金牛座 更计较对方 对你的付出 也可能有一些误会 会让你不愉快 部分的金牛座 跟伴侣的关系 会受到长辈的打压 婆媳关系也不太好 单身的金牛座 在这周 会对自己的目标 比较有想法和行动力 但运势不太友好 并不能成功 到了周末 会缓解一些 狮子座 本周呢 狮子座的人生难题 既在自己的事业工作当中 又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上 可谓是两头受气 进入到两难的状态 在工作上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项目安排 也有新的任务出现 事业上虽然有机会 但是你并不想把握它 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好 而且容易遭受到 合作失败的情况 已婚的狮子座 也是如此跟爱人的争执不停 你就突然很看不惯对方 甚至会在公共场合 也会爆发 让彼此难堪 恋爱当中的狮子座 跟恋人 容易有争执发生 可能是为了婚礼的筹备 也可能是因为工作 占有了恋爱的时间 而引发了不满 天蝎座 本周天蝎座遇到的人生难题 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婚姻 两个方面 有的人会遇到跟父母抗争的情况 有的人则是夫妻之间对打 不管是哪一种 都让你怀疑自己的生活彻底失衡 掌控欲受到挑战 你必要征回掌控权 总之 恋爱中的天蝎座 可能会遇到家人的反对和阻碍 但在周末前后 还是能够感受到甜蜜 单身的天蝎座恋爱运势不佳 变数会比较大 本周在工作当中 天蝎座的机会比较多 在房产 餐饮 家庄 土特产方面 容易遇到一些合作上的麻烦 也会比较忙 有突然安排青睐的项目出现 在签订比较重要的合同时 一定要注意避开周四 水瓶座 本周水瓶座的人生难题 主要就在家庭方面和个人的提升上了 总是会有一些幼儿子在等待你 群星水瓶给了你辩论的思绪和口才 为这些家庭纷争提供了一个释放跟怼人的窗口 所以家中的紧张气氛比较浓 也很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状况 过后你也容易感到懊悔 在工作当中 水瓶座还是保持了一个忙碌的姿态 甚至会有一些拖延的情况出现 造成工作的堆积 而且本身因为心情比较烦躁 也容易跟人发生冲突 不过周末之后会有一些意外的好运 在爱情方面 恋爱中的水瓶座容易跟恋人吵架 尤其是因为家庭 以及一些说不清的人际关系发生争执 总之矛盾牵扯的很广 影响也很深 需要一段时间去修复 单身的水瓶座恋爱的运势并不好 机会仍需等待 那么关于变动星座 在这一周要特别注意 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 首先双子座 本周双子座意外的发生情况 是容易在远行的道路上 或者是晋升培训 以及获得高等学历的路途上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出国留学 以及多地往返 都变得不太可能 或者说有所阻碍 而工作当中的双子座 又很容易遇到一些同事的暗坑 又或者是之前秘密的部署 没有打到功效 又被远派的工作 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有人也很容易困扰于一些债务 还有一些选择性的问题 也要注意法律纠纷等等 在爱情当中 有伴的双子座跟恋人的关系 还是比较容易融洽的 比较容易探寻 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彼此安慰 但是也有偷吃的机会 有暧昧出轨的情况发生 已婚的双子座容易跟伴侣 因为目标的一些事情发生争执 可能是伴侣对你的工作现状 不满意想要干涉 单身的双子座 可能会遇到暗恋的情况 处女座 本周处女座的意外 主要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包括了外出的压力 被分派的工作量很大 或者说有一些艰苦的问题 要去克服 还要注意出行安全 远离火源 避免危险物品的携带 出门戴好口罩 精神的机会还容易被剥夺 所以这段时间 处女座要特别关注好 自己的身体状态 容易多病 甚至也有可能会出现 手术的情况 在工作当中 处女座需要更加仔细一点 因为容易出现一些 文书上的错误 或者在上下节之间 表述不清而引起麻烦 本周的工作依然是很忙碌的 需要多多注意休息 周末之后和做关系 才比较有优势 在爱情方面 有伴的处女座 跟恋人的关系 总之会有一些争执 唠叨和挑剔 双方之间会因为一些小事 起到一些争吵 但是到了周末之后 这种情况就会缓解 单身的处女座 想法比较实际 会有一些机会 但是并没有碰到 很好的机会 射手座 射手座的意外情况 出现在日常生活 以及交通上 所以会容易遇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包括呼吸道的疾病 循环系统 小腿脚踝 等等的问题 又或者是网络信号差 电子产品损坏 最重要的是 容易有文书上的初心 影响到工作 又或者是喜欢开快车 容易被罚 或者是会出现擦碰的情况 部分的射手座身体的状况不佳 所以要小心出行 本周的射手座在销售 培训广告文字编辑 会有一些独特的言论 但可能不被你的同事认可 甚至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业绩情况不是特别理想 在爱情方面 恋爱中的射手座火气比较大 容易跟对方造成紧张的氛围 单身的射手座容易冲动形式 表白容易受阻 双鱼座 本周双鱼座容易遇到的情况 也是在日常的出行上 要特别注意开快车 或者是酒后驾车 之类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心情也不太好 容易导致沟通交流的障碍 带来一些邻里之间 或者说亲戚之间的矛盾 部分的双鱼座 还要注意文术的问题 要谨慎粗心大意 带来的后果 在事业上 你的组织能力仍然比较强 也比较有人气 去组织一些事情 但是你本身对于工作的认知 却有点模糊 可能是因为快要过年了 你的心有点飞 又或者是长期心情 受到情绪的困扰 拦阻了工作的效率 总之呢 在这一方面呢 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感情方面 恋爱中的双鱼座 会有点急躁 跟恋人呢 常常会有一些言语上的 擦碰和不合 但你其实是 很需要对方理解 并且哄着你的 所以呢 需要双方呢 都各退一步 已婚的双鱼座 可能容易计较于 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心绪容易不开阔 单身的双鱼座 本周恋爱运势一般 虽有机会 但是并不可能 真正的有所发展 好 以上呢 就是下一周 1月18号到1月24号的 整个的新作运势的情况 我是静电鱼 感谢你们的收看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